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这一个 如果他想要问你 这一个二次然素的顶点 它的对称轴 这样有办法回答吗 不需要 你必须要先把它 它 变成 這種模樣 對 對 這裡一定是3 3 如果這裡是3 這裡一定是3 因為展開之後 X的二次方才會三倍 請你現在 開始把這一個 算出 這一個 寫在筆記本上 所以你要把分開 算的東西 變成一起算 請你模仿早上 像我講的那個方法 搭配著直式的寫法 一步一步來 搭配著直式的寫法 一步一步來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呢 我要 我要把它變成這種模樣 我要把它變成這種模樣 的關鍵在前面兩個 跟它無關 跟加二無關 所以 我要把分開算的 我要把分開算的 變成一起算 加二跟一起算無關 所以我要把 我要把分開算的 分開算的 變成 一起算 然後我的目標是 X二次方 我不要有前面有那個3 因為有那個3我要一起算不容易 所以呢 分開算之後是這個樣子 分開算之後是這個樣子 那當初是由誰 一起跟三成 才可以變這樣 對不對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跟三成完之後 可以變這個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 這個空格算出來 你才可以知道這邊要填什麼 先完成這個部分 可以的就繼續往下 直式的斜法一定要有 直式的斜法一定要有 一步一步按步就班 我不管補習班教你什麼方法 你那個都先給我放著 一步一步的按步就班 三 我從分開算 變一起算 所以當初到底是誰 一起跟三來成法 才可以成出這個分開算 當初是誰 跟誰一起算 這個你要先填出來 你才可以填到這裡來 所以這個東西乘以三 才可以分開變這個 你不曉得該怎麼寫的 請你把我的東西一模一樣的寫下來 先一模一樣的寫下來 先一模一樣的寫下來 如果你不曉得該怎麼寫 不對 基本上整個的過程對 但是你自己搞不清楚 這個空格要填多少 來全部看好這裡 這個空格要填多少 3乘以X平方才會變X平方嘛 對不對 所以一起算被它分開算 你是乘以3分開的嘛 所以你要回去 當然是做除以3的動作 不是嗎 所以除以3上面要填多少 蛤 這裡要填多少 2 除以3不是嗎 所以這裡要填多少 你回答我 這裡要填多少 然後你再檢查一次 3乘以它或不會等於6X 理解我在講什麼 OK嗎 OK嗎 所以這個是把一個分開算的東西 推回去 原來當初是這個東西 一起跟它剩 對 所以這個空格要填什麼 這個空格要填什麼 這個空格要填什麼 這一個 這一個 當初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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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平方加2X 一起跟3來算 隨意聽我講喔 這一個當初是有 X平方加3 這兩個一起跟3來算 所以打開來變分開 所以還沒打開之前 叫做X平方加2X 把這一個補在它的上面 寫到這裡 你就錯在哪裡你知道嗎 你這個地方寫對了 那個地方寫錯了 這一個的東西 一起跟3來算 這一個一起背3來算 所以這一個東西一起乘以3 所以是X平方加2X 這裡要填的是X平方加2X而不是X平方加6X 不是超下面的 是超上面的 因為是這個一起跟3來算 再往下 再往下怎麼算呢 這裡面 我的目標在這裡 所以第二個 X平方加2X 我要把它變成什麼的平方 對不對 所以X平方加2X 我好不容易讓X平方前面的那個3 被我抽出來了對不對 抽出來之後我才可以直接看它 那我才可以直接看它 它 配什麼 可以變 平方 所以當初是誰 打開來的 當初是誰 打開來的 當初是誰 我就要準備在那邊寫 繼續寫 繼續寫 那已經上完了幾首 好我看 已經上完的我檢查過了請你去看 我叫你們寫的那份作業裡哪一題有問題 然後 對 對 好你有你的寫法但是感覺上有點危險 就是 就是 這1下來應該是1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突然有一個-1 要跟它一樣 可是不是呢 是這兩個我要配1 才會變成這個的平方 沒有1我沒辦法變平方 X加1 X加1 一定是X加1加1 X加1 沒有這個1 它不可以寫成它 所以你沒有這個1 你沒有這個1 你少寫了一個步驟 就是你很快的完成 你很快的完成 你沒有很紮實的寫我要求的東西 這個是補習班教會你的東西 對不對 你有補習嗎 本來就會了 你沒有紮實的學我教你的東西 還有誰完成的 好你的問題跟 你自己出題目 你的題目跟我不一樣 你的題目跟我 我看錯地方了 好OK 品碩麻煩你用我的方法 紮紮實實的寫一遍 不然的話你會亂掉 亂掉就慘了 不對一開始就錯了 這不是6X 你的題目跟我不一樣 不對你的橫式都沒有寫 你的橫式都沒有寫 你的橫式都還沒寫 你的橫式都還沒寫 沒有啊兩個都要寫 你早上不夠老實 你沒有紮實的寫 所以你現在也沒辦法跟得很好 不好 不好你只有寫橫式 不對 不是不對我看錯了 好 黃東生你這個根本都沒有寫呢 你這個從這裡到這裡根本沒有寫呢 然後接下來這裡 麻煩你務必要跟我黑板一模一樣 缺一個都不行 好 你務必請你檢查一下 你務必跟我黑板一模一樣 缺一個都不行 一個是 這個是 橫式算法 我們透過直式算法來協助我把橫式完成 對 所以有它才有它 對 再來 x平方 加2x 我要配平方 我要配平方 你說你這邊沒有寫對 很危險 很危險很危險 就算你答案對還是很危險 x平方 我知道這邊一定是x 這裡我沒辦法寫 所以我要利用這裡來 所以我推回去要除以2 所以你這邊 1乘以1等1 1的平方 所以這邊一定是1 這邊一定是x加1 x加1 這個不可能會不一樣 x加1乘以x加1 一定是x平方加2x加1 這邊不可能是0 然後呢我就可以配成這樣 所以 所以我這邊就會寫這樣 我們兩個需要配它才可以一起算 然後 你需要它 可是這樣就不相等了 目前這樣是不相等的 因為從上面到下面 你突然平白無故加了一個1 目前沒有相等喔 所以你根本不能寫等號 你必須把你加了這個東西 立刻擴掉 我才可以把沒有相等的 寫等號 我加的那一個1 老老實實的寫啊 我知道你們有些人被補習班教會了 老老實實的寫 我配這一個才可以把這三個分開算的 把這三個分開算的寫成一起算 寫成x加1乘 也可以加1乘 接下來 所以這三個 可以寫成一起算 對不對 然後三倍 這一個 一起算 我把它換框框 為了方便不要搞清楚 這三個可以一起算 因為有它才行 沒有它沒辦法 有配它這三個才可以 沒有它 那這個地方你寫0不可能 你沒有它 你沒再沒辦法寫成它 好 所以這三個就可以合作變成一起算 這一個跟他們的一起算完全無關 這一個也跟這一個的一起算無關 懂嗎 好 接下來 乘以三 這一個的一起算 要一起倍三算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在下面一起乘以3 可以嗎 可以 所以這整個一起乘以3會變什麼呢 這個要乘以3 這個也要乘以3 所以會算出 3倍的 這個叫分開算 對不對 還有一個3還要乘以3 目前我是把這一個倍三分開算 這一個一起算 倍三透過乘法分開算 你看 後面它一個加2 被分開之後 它才有機會跟它併 不然沒有機會 所以最後會變成 3倍x加1的平方 減3加2 所以得到 減1 你那個加2可以寫到它的下面來 兩個合併起來就變減1 也可以 自己完整的寫完 要完整的 老老實實的寫 我要看到你的寫的是完整的 不是抄喔 你要告訴你哪你不懂喔 所以我這樣的寫法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成功的把它寫成一個 我可以畫圖 我可以找方 我可以找頂點 我可以找 我可以找 我可以找對稱軸 我是要圖形怎麼畫的一個東西 全部重來 全部重寫 你是不是聽不懂 你知道我在教什麼嗎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重寫 也全部重寫 因為太亂了 全部重寫 好 你確定你都沒有問題的 你就去拿那份作業出來看 但是你還是要放旁邊 我要看 我要檢查你的寫作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的每一筆每一畫 我希望你都寫得很認真 不要亂寫 就算是直式的那個寫法是輔助你 也不要亂寫 每一筆每一畫 你都要很有自信的寫出來 等一下 露掉一個東西 這個一起平方 所以一起平方 被它分開 OK 所以一起平方乘以三 所以會乘以三 所以這個的平方不會不見 小心喔 好 OK 好 不錯你們多數人的那個筆觸 都是很有自信的筆觸 就是 所以你自信你的每一筆每一畫 就是寫下來的那個用心程度 不一樣 那個筆觸會告訴我 你到底是 懂得寫還是不懂得寫 這三個 這三個 可以合併成 括號x加1的平方 因為它是x加1乘x加1 所以是x加1的平方 你漏掉了一個很重要的平方 這三個是配盆平方 x加1的平方 平方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1 2 3 1 2 3 配平方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x加1的平方 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的一起算 要背三分開算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寫下來 對不對 第二個還有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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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1怎麼來喔 你知道1怎麼來嗎 你知道1怎麼來嗎 你知道嗎 1怎麼來你告訴我 這個1怎麼算出來的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加1變平方 背下來很快喔 背下來很快喔 要把它背下來很快喔 我是透過最右邊的那個圖 所以那個圖沒有畫 就怪怪的 x加2x 我要配1 為什麼知道配1 因為2x上去的時候 要除以2 因為它當初是交叉相成兩倍下來 所以回去要除以2 所以才會得到1 得到1之後1平方下來得到1 所以我才知道要加1 我才知道要補1才可以變平方 借我一下 我才知道 我把這個瓜號換掉 這三個 透過那個圖形 最右邊的那個圖形 我透過加1 我可以變成x加1平方 簡易跟它無關 加1也在這個整個瓜號的外面 加2也在外面 你應該是先寫這個 再來才會有這個 根本沒有這個 看得懂我在寫什麼嗎 從頭到尾再寫一次 好 ok 不對 不對 這一個是-1 還有 還有 這三個 這三個 是配乘平方 懂嗎 所以 平方-1一起被它算 然後你把它分開 該有平方還是有平方 你把它乘以3分開看 這個乘起來是-3不是加3 如果你是加2加3 你這邊會變加5 你要對你自己寫的東西 有感覺 而不是平感覺 背下來 你給我的感覺是背下來 你是要答案是要-1 所以你就算你這邊寫加3加2 你這邊還是寫-1 很危險 要是-3 你好了嗎 有 是-3 安逸 先放着 因为不想要讲太多 只不过就是说 我带你们看一遍就好 来看那本 我带你们看一遍就好 我这一个怎么把它变成 这个一定如果要变 这个一定就会变成什么呢 负二括号什么的平方 然后后面会加上什么东西 这个不一定是正还是负我不确定 反正我都用家去变 最后它一定有办法写成这样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 开口往下比较瘦的一个图形 可以吗 好带着你们再想一遍 首先关键在这两个跟它无关 所以我希望它由负二对它做一起善 所以它当初到底是由谁 乘以负二一起算来的 所以这里一定是x2次方 对不对 因为这样盛起来才会得到它 我的目标很简单 我希望我希望这里不要有数字 这样等一下的话 配平方才会容易 然后因为这边是6x 所以这边要放多少才有机会乘起来得到6呢 所以我必须要填多少呢 要填-3x 这样乘起来-2乘-3才会得到6 算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这一个东西当初是这一个乘以它 一起算变分开算 所以一起算讲的是x平方减3x 到这里目前是一样的对不对 再来-2这个义起算 这个义起算我必须把它拉大一点 因为我需要它来配平方 我需要这一个来配平方 所以我就要旁边做硬算 x平方减3x我要配什么才可以变平方 所以我就要往上看对不对 这个拉上去没有问题对不对 问题来了 这个下来下不来 可是我知道交叉相成之后要变它对不对 我知道乘以二之后可以下来 我回去就怎么样 除以二 所以请问一下空格填多少 空格填多少 空格填多少 除以二哦 所以这个是什么 -3对不对 -3除以二就叫做-2分之三 养成习惯用分数 小数没有错 小数没有错 但是你注意看我这边哦 四分之九乘四分之九比较好算还是这个算起来会等于2.2 我问你 我们来比赛 你算下面我算向上面 谁会比较快 上面 上面连想都不用想不是吗 下面你要算很久哦 如果你用小数算 不要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所以请用分数算 而且分数很简单 -3除以二就-3除以二就结束了 连算都不用算 更好哦 连算都不用算 所以-3除以二 所以呢 我算出这个之后呢 我这个空格要填多少呢 这个空格就-3除以二的这个东西连去算两次 不是吗 这叫平方 所以复数乘复数就变正的 复数乘复数就变正的 然后二二得四 三三得九 对不对 这里要填什么呢 谁的平方呢 AK是减二分之三 因为加负二分之三 就相当于减二分之三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写成这样 也就是说我这边要写什么 我这两个要配上四分之九 超过来 我配上它 我配上它就可以变平方 就可以变什么的平方呢 X 配什么呢 这个四分之九怎么来的呢 我先把-3 我先把-3除以二 得到-2分之三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平方 就可以得到四分之九 对不对 先把-3乘以二分之一 得到-2分之三 就是除以二 得到-2分之三 然后再把它平方 就会得到它 所以这里面的东西 要填什么呢 这个的除以二 得到的-2分之三 对不对 然后你加了什么 就要立刻扣掉什么 后面这个跟它完全无关 就在旁边 然后这个的-1起算 我换符号写 因为才不会跟它乱 这三个配成这样 这个扣四分之九 还是扣四分之九 对不对 所以答案会等于-2倍的 这个一起算 然后外面再扣1 1我从头到尾都一样 然后最后 这一整个东西 这一整个东西 被-2做一起算 所以乘以-2 乘以-2 所以这个-2乘以它 所以得到-2倍的一起算平方 -2乘以它 负数乘以负数会变成加的 对不对 负数乘以负数 所以四分之九乘以二 四分之九乘以二 四分之九乘以二 2跟4可以约分嘛 对不对 2是乘到分值的 对不对 所以约分之后会得到 所以我们叫做二分之九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减一 所以最后的结果会变成 -2倍的 X减二分之三的平方 加二分之九减一 所以二分之九减一等于多少 所以二分之七 秀这个给你看的意思是说 不是每一次都是整数 秀给你看的目的是这样 不是每次前面都是正数 不是每次你在算的时候 都会是整数 要看题目 我出题目出相加给你算 是为了让你方便 这里加这边便捡 要看情况 看这一个 理解我在说什么 好 这个我就先放着 请问一下这一个 Y等于我把它配完方之后 我把它配完方之后 请问这个图形在哪里 这个我不知道图形在哪里 可是我变成这样就容易掌握了 这个图形在哪里 它需要加一之后才变零 对不对 所以它显然在这里 对不对 可以吗 然后呢它的起始位置在下面 所以它从这里开始往上画 而且它画的方式是它的三倍速度 对不对 距离等于时间平方 时间平方之后还要再抽三倍上去 所以它会更瘦 开口更小 所以请问一下它的顶点座标 顶点座标怎么写 东森看好这里 顶点座标是不是这个 这个顶点座标是什么 顶点座标 这个顶点座标是什么 先看X再看Y对不对 对 所以是负1斗点 对称轴呢 X等于 这一条的X通通都会看到 X来看座标的时候都会看到负1对不对 所以这一条叫做 对称轴叫做X等于 或者你也可以说是X加1必须等于 写它或写它都可以 对称轴直接从这里看 X加1等于0 理解我在讲什么 现在请你回答我 每一个人用写的 刚刚我算的这一个 我已经算好了 我把这一个已经把它写成 负2括号X减2分之3的平方 加2分之7 请你写出顶点座标 请你写出对称轴方程式 写出来 每一个人都要写 我没有要你写这个 我只要你写出这一个函数 这一个二次函数 它的顶点座标跟对称轴 顶点座标写出来 对称轴写出来 这个我们称为对称轴的方程式 对称轴的方程式 你刚刚那个我先看一下 好 OK 每一个人都要写 我要确定每一个人都会 把顶点跟对称轴写出来 OK OK 如果你要把函数写出来 你要写Y等于负什么 Y等于是你只有一个等号没有意思 Y等于什么 OK 不用写耶 我没有要你算耶 错 我没有要你算 错 这一个放好这里 因为你们多数人不会 这个图形从哪里开始换 慢慢来 珊珊看我这里 开始减7它需要扣7 它需要调整 它需要扣7代表它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它会在哪里 在这里 可以吗 OK吗 所以它从7开始化 可是它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点就叫做顶点 对不对 所以顶点怎么来 x-7等于0 你就会知道x要7 -7要等于0 x必须到7的位置 对 x要7-7才会回到这里 不是吗 对 所以你去算 x-7等于0 就会算出x等于7 7扣7才会等于0 所以它的顶点最高是7 到底点多少 5 不是这边减7 所以你这边需要写减7 不是这样 小心哦 时间透过调整才可以回得去 时间透过调整才可以回得去 所以它后期才回得去 代表它必须在这里 所以它是7 不是-7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化 往下化 而且是两倍的速度往下化 请你再来写一次 就是这一个 我已经把这个变成负两倍的 x-3的平方 加7-7 这个的图形 会在哪里 你要扣掉3-2才可以回到原点 不是吗 我有写错吗 你要扣掉3-2才可以回到原点 对不对 对 那就代表你在这个之前 在3-2的地方扣掉2-3才会变0 不是吗 对 所以你会在3-2的地方 对 再来呢 出发位置在哪里 2-7 所以这个是在7-2 对不对 所以你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对 我这样当然有问题 2-3大概在这里 就是这里要2分之3扣掉2分之3才会变0 对 然后它的高度在2分之7 对 然后从这个地方 开始往下2倍速度 所以这个的顶点我们叫做什么呢 2分之3 再一次 一样写顶点坐标跟对称轴 每一个人都要写 题目要先写 顶点坐标 对称轴 同坐6 On C1 C1 2 C2 不用画图 你要画就大概画就好 因为我没有要你画图 这一体的目的只要知道 我只要会 我只要确定你知道顶点跟 OK 因为我没有要你画图 可以 OK 好 顶点没有写对 顶点还有对称轴 你顶点没有写对 你的笔触在告诉我 你听不太懂 可是你又跟我讲说你听懂 就让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下笔的那个 你真的听我讲什么吗 可是你写出来的东西 你的笔触 你的笔触 就是感觉上是不懂的笔触 然后写出来的档案 也真的都是错的 OK 好 OK 在哪里 好 懂得很变多了 但是还是有人不懂 来 卫星辰掌声一下 好 好 你们两个要再独立拍一次手 拍十项 就是你们的困难在就是如果他有个分数在那边你就被分数给障碍住了 唯一的困难在这里就是你看到分数你就不行了 可是事实上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要时间要经过加二分之七的调整 我要经过加二分之七的调整才可以回到原点 我要经过加二分之七的调整 我要加七分之二不是二分之七 我要经过加七分之二的调整 所以我显然是要这样才可以回得来 我要加七分之二回到这里 所以我的点一定在这里 所以这个一定是负的 所以加七分之二才可以回到这里 可以吗 再来 我从一刚开始的位置就在这里 负四分之三 所以我在四分之三应该会比它长一点 这段如果是七分之二 四分之三应该比它长一点 所以这样比较合理 所以我在负四分之三 我在这一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画 这一个是负二分之三 所以这个的图形会跟这个的图形 这个图形跟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倍就有放大一点五倍 所以它的速度比它还要快 变化就是它的开口比它还小 因为它的速度更快 这个是它的一点 这个一倍而已 这是一点五倍 所以顶点 我要让它等于零 我要让它等于零 X必须要负七分之二 我出发位置在这里 这直接写下来 对称轴就是这一条 通过这一个就叫做X等于 负七分之二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写 让它等于零 X加七分之二要等于零 所以它才会出现在这里 Stage Idea 先下课休息 行 touch 也有家ți 先下课休息 这啾 中文字幕——YK